时间摆动 澳洲视角 欢迎收看AMC澳洲留学网路电台 您的第一手Visa新闻平台 哈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Kal 您对澳洲留学移民投资有兴趣吗 欢迎您订阅我们频道 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叫我们有新的video 新的消息 你都会第一手取得最新的情报 好 我们今天的视频 来跟大家更新一些新闻 最近这个礼拜刚开年 那澳洲通常都是1月的第二周 才全部回来上班 那大家收到非常多的新闻 我相信接下来会更多更多的新闻 因为在不到下个月 澳洲政府你记不记得之前 还有他们开放 移民局开放 所有不同的人可以给澳洲政府 不一样的这些签证 或者是移民政策的一些idea 对不对 recommendation 建议 那当然下个月基本上他们就要开讲了 到底要怎么修正移民的政策 下个月会有很多很多的消息出来 所以记得订阅我们频道 那当然如果你身边有朋友 也对移民澳洲有兴趣 帮我把这个频道分享给他 好 我们先来看我们今天总共有4个消息 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有哪一些 然后当然在最后的视频 我会再做我自己的一些分析和一些预测吧 好 第一个呢 这个是从ABC News来的 这边讲到的这个 TOPIC是讲什么 Regional Australia Institute Call for National Population Strategy for Regions OK 什么意思呢 当然我今天不一个字一个字念了 基本上就是偏远地区 澳洲的偏远地区这些政府啊 他们地方政府啊 希望澳洲政府能够更关注他们一下 然后把这些移民往那边放 我们往那边推 那当然这边讲到的是维多利亚省 维多利亚省的这边呢 偏远地区一年只能吸引7000人 那比起这个维多利亚的首都摩本 一年可以吸引7万人 他们就差太多了 不过这个我还是要讲一下 有些偏远地区澳洲偏远地区 有些地方真的太偏僻了 你那样子的地方 你人要怎么过去 还有呢 一个移民过去啊 他如果没有孩子就算了 那还OK 那当然这种人的话可能还没有家庭 所以你是不是要把移民政策 在偏远地区的这个要求 在压得更低一点呢 就要思考一下吧 不然你如果有孩子有家庭的人 你会往偏远地区去吗 那边的教育好吗 你会去那些地方吗 当然有啦 但不多啊 是不是 那这就是为什么 7000比7万人最主要原因 我这边我还是觉得说 应该这些偏远地区要去思考 如何怎么做呢 像可以模仿20年前的布里斯本 或者是10年前的阿德雷德 他怎么去推广这个东西 把整个产业做起来 那人才会过去嘛 不然那些地方怎么可能 你想想看 其实我也不想讲太多有关 塔斯美尼亚 但塔斯美尼亚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 但是有多少人移民到那个地方 几乎找不到工作 孩子去那边教育 怎么比都比不上摩本或雪梨 或者是 Brisbane的 Brisbane以前没有那么好啊 但它越做越好啊 你如何去把这些东西 bundle起来 好 然后有一个好的policy 地方那边要自己出policy啊 你不能一直叫这个联邦政府 联邦政府把政策推出来 但是人不去啊 对不对 所以这还是个问题啦 Anyway 这边一个新闻给大家看一下 那第二个呢 是从Guardian出来的 这讲什么呢 记不记得之前有新闻说 要把500万的投资移民签证给砍掉 这边呢 这边title 写 Labor Urged OK 就是现在的工党 现在执政党 他们被要求呢 要keep 这个Golden Ticket Investor Primarily used by Chinese Migrant 以前十年来 其实都是大大 中国大陆人的申请比较多 那当然现在 大陆那边的钱其实出不来了 那这个是否还要keep住 那当然呢 他们这边讲的是说 这个签证并没有什么坏处 他基本上每个人投资来的话 他每年因为这样子赚的利息 交的税也蛮高的 我自己觉得 这个我个人感觉 这个也不是一个不好的签证 当然在这边有 这个有人之前任的移民的 这个Secretary Burisby 他讲说 这个签证基本上就是给一些退休的人来用的 所以没有那么好 这些人来没有什么技能 那我不这么觉得 那没有技能没关系 但是有一个有钱的退休人来 然后缴那么多税 比一个 就是工作完退休 然后每天吃这个他的养老金 然后还有这个政府的pension 哪一个比较好 那当然是这个有钱的退休人不是比较好吗 对不对 所以why not I don't think so 而且这些人来到澳洲 他可能还会带更多resource来澳洲啊 我不觉得这个是一个坏事啦 所以anyway 我们看之后这个2月的时候 到底这个签证会的去向 到底会是怎么样 我不知道拭目以待 那我觉得留也好不留OK 看怎么做都OK的 好第三个新闻 也是从Guardian这边讲说 Migration to Australia set to rebound to pre-pandemic level 就是所有的这些移民 这包含了旅客啊游客啊打工度假的啊留学生啊 基本上在今年呢就回到之前 疫情之前的level了 那当然这个是expected啦 所以这个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但是好消息啊 那不过也是一个问题啊 这么多的旅客这么多来的话 服务业的demand也很高啊 是不是 旅游业需要人 然后这些hospitality 餐饮业也是需要人 留学业也会需要人 所以还是一样 这个他们的这个skill shortage 缺人的状态 还是挺严重的 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 还没有听到说 现在很多地方找不到工作了 倒还没听到这个部分 不过我们来看最后一个新闻 这是从之前的前任的这个在移民局工作的这一个 怎么讲大佬吧 Abu Risby 我常常就拿他的这些新闻来跟大家聊 当然啦 他的看法不一定我会跟他完全一样 不过我就会看看别人的看法 因为他们可能在不同的角度看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这样才能综合让我们对这个签证和移民未来的趋势分析 更有他的好处啦 对不对 好那这位他讲的就是他给现任的Albanese Government Path for Improving Immigration 2023 这是讲什么意思就是说 现任的政府希望在2月的时候有出台新的政策 能够让整个移民的系统呢 怎么说呢 让这个移民部长和内政部长呢 能够驾驶驾驭他回到一个正轨上 因为前面9年啊 说实在这自由党不能说他做不好 但是太多问题了 我们后来看到太多问题了 居然会卡100多万的签证在那个地方 Anyway我们看一下他这边讲到哪几项 第一个就当然就是说 这个Report叫Parkinson Report 在2月就会出来 有就是在一个月的时间后呢 基本上这个澳洲的未来3到5年 甚至10年的这个政策呢 移民的政策基本上就会把它导致过来 不过这边有几个东西他在讲的 我们要去他们要考虑到的 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一些部分 基本就是这些 第一的有关这个他们的population人口部分 那当然这边也是提到什么问题呢 人口部分的提到问题 就是说他们有age population 全世界都一样啦 人口老化 还有他们也不想去再挑到这个有关 Big Australia的debate 在之前陆克文的年代啊 就10多年前 陆克文那时候为什么下来 下就选书啊 就是当年他跟自由党的时候在选的时候 他提出了一个大澳大利亚的计划 就像澳洲呢 变得跟美国一样 人口增长非常多 但这个部分呢 当时他们在选举的时候失败失利了 当时候后来才会产生出 后来的这一个前任的这个澳洲的总理 Scott Morrison 对不对 把这个移民总配额没有增加 还砍掉一大部分呢 就砍掉以后发生什么事情啊 澳洲自己也发现 我们没有移民 整个经济是没办法走的 那当然他们也会很小心 不要再去提到这个Big Australia的计划 不过呢 此一时彼一时啊 当年那是十多年前啊 十多年前的那些小伙子 现在都二三十岁了 看到澳洲现在的情况 该怎么办 OK 那这边当然也是看一下 你如果要这个搞定这个Aging population 一定还是要靠移民了 还有呢 我在我的频道里面常常跟大家讲啊 澳洲的历史以来 每一次遇到经济环境问题的时候 一定都是利用移民政策来 把它瞧回去的 把这经济给瞧回去的 当然这边有很多说法啦 比如说这边有一个讲法 就是说当然现在的这个反对党 还有讲一些其他以前的一些历史 在巴黎年代的历史 他们说我们现在有可能会进入全球的一个经济的衰退 所以需求量呢有可能会降低 在需求量降低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应该不要这样子去贸然的增加移民的配额 是如此吗 还是把它再减呢 真的这么做吗 我个人看法 我觉得这个是不太对的 怎么说呢 我们才刚过了这两三年的疫情 这两三年的疫情 经济是 是整个都没有在动的嘛 然后澳洲政府把移民配额砍得很离谱啊 有帮助吗 没帮助啊 那就是你真正经济要回来的时候 没有人做事 缺工啊 对不对 我们是不是才刚经过这样子的这个时间呢 去年的9月才做了一个Job and Skills Summit 不缺工缺的要死啊 那你应该是你的整个移民政策是要为未来去着想 而不是为现在去做准备 现在做什么来不及了 现在的人来的时候 都是两三年前的政策来的人了 对不对 你现在遇到了经济困难的时候 我现在紧缩 那你紧缩说这些人要再过来 是一年后两年后的事情呢 到时候经济又回来的时候 那你人是不是又不足了 所以我个人感觉应该不会是这样子 那以这些大数据来看的话 我个人感觉应该还是会往上增加 不会往下减少 然后这边也提到有关这个独立技术移民 跟州担保的部分 那当然这边也有不同的看法 他们有说 应该要多多利用州担保的部分 才能让真正的这些技术移民去到那些地方 没错 但是现在问题是很多的州呢 还没有跟进啊 OK 现在只有维多利亚 然后前阵子新州才刚跟进而已 昆州啊南澳啊等等 还有西澳还没有跟进啊 你像塔斯曼尼亚那么复杂的州担保的话 谁要去啊 OK他审理一个人 可能用独立技术移民可以审理10个人 甚至30个人 那你现在缺工的时候 你要透过独立技术移民来走 还是要用州担保慢慢在那边等呢 对不对 所以这也是个问题 那我个人感觉是 独立技术移民继续保持着 但是州担保呢 应该把要求呢 降在更低 我们刚刚前面第一个新闻 不是看到这个有关 偏远地区 Regional Australia 他们希望有更多的人去那个地方 他们应该把他们的要求降低 让那些人可以过去啊 你要先思考啊 你的资源能不能吸引到这些这么好的人 而不是说我把这个条件拉高 我就能吸引到很多厉害的人 No 你还要看看你的资源啊 真正厉害的人 他要移民的话 我以一个移民的角色来看的话 我家庭我有孩子 我要给孩子好的教育 我为什么要去偏远地区 我要去大城市啊 我大城市有好的教育 我会去保留在那 那我如果没有孩子 我年纪比较轻的人 我分数比较低的人 我愿意去偏远地区 好 那你要开这个条件给我才对嘛 对不对 不然的话 谁要去偏远地区 Right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觉得还是 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我相信在我的粉丝们 应该很多都会同意我的想法 好 这边讲到雇主担保的部分 这个地方我觉得 不管是这一个Aborisbee 或者是其他的这个 商业单位等等 跟我看法都一样啦 他们一定要把它整个简化 让它简单化 不要让现在那么困难 然后又等那么久 然后雇主要付这么多的钱 给那么多的资料 结果要等一年 然后人家才能来工作 那 那我说这事情干什么 我要一个人来工作 我觉得他马上来 对不对 要把它Streamline 把它降回去 跟之前的四五七一样 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方法 然后留学生的话 这边也提到了 当然这边重点是提到 留学生是未来 很多的这个 这个产业 他们把整个经济拉起来的方向 不过这边也提到几个问题 也就是说 有些这些私利的学校 真的是课程便宜到不可以 不过 anyway 看他们怎么去改它 应该会在GTE的部分 要求会不一样 便宜的课程不是不能卖 只是说 会不会吸引一些乱七八糟的学生 don't know 不知道 还是他们要用 打工多少轻生拉高到年龄50岁 which is impossible 我也不觉得这个有可能性 最后一个部分 他们讲到有关是 这个Protection Visa 这Protection Visa 他们要把一些 之前这十年来的自由党的政府 弄出了一大堆的 难民中的难民 让他们有一个Protection 变成Permanent Resident 那当然这个部分 我们要watch一下 因为接下来 这个是比较general的东西 但是我相信 接下来 如果这个中国大陆那边 如果继续有更多的疫情 等等一些问题的情况下 我相信这里面的 这种政治难民 也会越来越多 因为在上个月 我们才了解很多人 透过可以出国 先到南美洲 然后呢 这些 这些 中国大陆的 再从南美洲 一路再走到 德州去 然后就这样 也就是 就难民 进到北美去 所以这些事情 慢慢也会一个一个的发生 不过anyway 这是我们今天的 这个澳洲的移民快报 欢迎大家有任何问题 可以再留言给我 我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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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